斯维加斯每年吸引超过3000万的旅客超强实力 位于威尼斯年赌场度假中心后方的 麦迪逊花园圆球型音乐厅 在动土将近一年之后 工程相当顺利 穆迪安将要打造全球第一座圆球型音乐厅 赌城Las Vegas 一直是许多知名歌手的长期驻唱地 例如Celine Dion,Lady Gaga以及Maria Carey 各大寻美演唱会一定不会漏掉要在赌城开场 而目标成为Las Vegas的新一代指标性建筑 麦迪逊花园圆球型音乐厅MSG Sphere 仿造罗马大教堂的穹顶设计 建造出大约36层楼高的圆球 再加上全电脑控制的LED灯 还可以让观众无论座位远近 都能清楚看见舞台上的光影变化 体验全球独一无二的艺术表演 麦迪逊花园圆球型音乐厅球体内部 将设置一万八千个座位 加上站立区可容纳超过两万名观众 且最讲究的是 观众无论坐在哪里 都能观看到约有三个足球场大 一共16万平方英尺的超级LED大屏幕 获得视觉上的新体验 董事新闻团队在Las Vegas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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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